B-21是美国为了解决B-2轰炸机数量少 B-52和B-1B轰炸机技术过时 而全新研发一款远程打击轰炸机 美国全球打击司令部将其视为未来 和中国以及俄罗斯进行大国决力的关键性武器 被美媒誉为是一款21世纪的新型轰炸机 一旦服役就能让中国的反舰导弹彻底失去威胁 那么这款B-21轰炸机究竟有多先进 如果其入侵中国我们该如何对付它呢 B-21突袭者轰炸机航程高达14000公里 载重量超过30吨 能够突破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防空体系 具备全球到达全球打击全球威慑的战略能力 将是美国全球空中打击力量的最新一位成员 未来会和美国新一代的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 新一代陆基洲际弹道导弹 共同组成美国下一代战略核力量的三架马车 它的创造者就是大名鼎鼎的格鲁曼公司 这家公司一直以来都是以擅长打造各种性能先进 外形科幻的飞翼隐形战机而闻名 全球最先进最昂贵的战略轰炸机B-2 就是这个公司的代表作之一 B-21作为格鲁曼的最新一代作品 自然会全盘继承前辈B-2的成熟技术 而且还会应用很多美国最新空天科技 并配备许多前沿科幻装备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B-21到底有哪些亮点 B-21相较于B-2 在外观上有很大不同 没有了B-2的鹰嘴 它的发动机进气口几乎和整个机身平齐 发动机机壳也有着精密的衍伸涂层 另外它的发动机机舱也和整个机翼 机身融为一体 发动机尾部也优化成了菱形设计 这也要得以于其配备了更加强劲的发动机 让发动机数量从B-2的四台減少到两台 这些改进措施让B-21的衍伸能力更上一层楼 比B-2的RCS值要小上几个数量级 而其全频谱的隐身则意味着其 不光可以吸收X波段、C波段等常规波段雷达的探测信号 也可以实现对米波雷达的屏蔽 让现在流行的反隐身雷达失去预警能力 正因为如此美媒号称 这位突袭者可以凭借着无人能及的隐身能力 在战时率先突破中国的防空网络 直接进入中国本土上宫摧毁中国的反舰导弹库 并且中国的军事基地和配套设施都将难逃它的魔掌 让中国彻底失去反舰能力 而且它甚至连俄罗斯人的S500防空反导系统都不放在眼里 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 制电磁权已经越来越重要 现代战机普遍都装备了电子战系统或者电子战吊舱 而美国在这领域同样也掌握着世界最先进的技术 美国在F-35战斗机上 首次进行了全面装备电子作战系统的尝试 F-35其本身也就是一架小型的电子战飞机 而B-21无疑会配备性能更先进 功率更强大的电子战系统 目前美国主要有两款机载电子战系统 一种是F-22战斗机使用的AN-ALR-94电子战系统 该系统的天线分别安装在战机的一肩 尾翼后缘外侧和垂尾顶端 可以探测400多公里外的敌方防空雷达发出的辐射信号 另一种是F-35战机使用的ASQ-239电子战系统 该系统分别在机翼的前缘 机翼前缘靠近一肩处 垂尾安定面以及尾翼后缘安装了雷达告警接收器 具备全方向360度的预警能力 而B21的机载电子战系统 无疑会在上述两款电子战系统的基础上 加以改进升级 具备更强的性能 也因此B21被媒体誉为世界上装备了 最佳机载电子战系统的军用飞机 除此以外 美军还提出了战斗云 数字射频存储 空射电子诱饵等新的电子作战概念和技术 B21为了控制成本 所以在载重量方面的要求并不是太高 而且美军已经把大规模空头炸弹的任务 交给了B52 B1B这样的传统战略轰炸机来执行 但尽管B21能够携带弹药相对比较少 但也能够达到30吨的级别 其主要携带的是美军最新研发的 新式隐身化的防区外远程攻击导弹 按照美军的预想 这种导弹将具备超过1500公里的射程 全程平均时速可以超过5马赫 还可以配备大威力的核战斗部 当然最关键的就是 其必须能够被塞进B21的弹舱中 而且一次性携带的数量不能少于5枚 另外美军还可能为其配备最新的风群无人机 机载激光炮等未来式武器系统 如果美军有关的设想都能够实现 那么B21无疑将会成为最令中国头疼的武器 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首先我们需要能够尽早尽快地发现B21的存在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拥有先进的反隐身探测雷达 虽然我们已经研制出来最先进的反隐身米波雷达 但这种雷达在面对B21时也可能力不从心 所以我们需要研制新体制的雷达 比如量子雷达 这种雷达一旦问世将彻底打破各种飞行器隐身的神话 另外我们还需要提高发现B21的距离 为后方提供充足的预警时间 所以我们需要发展新型的探测卫星 在太空中时刻盯着美军部署在基地内的B21 只要他们一起飞 我们马上就能知道 接下来我们的航母舰队应该在西太平洋前置部署 055驱入舰上配备的长波雷达 对隐身战机也具备一定的探测能力 可以率先发现目标实时拦截 并为后方提供反应时间 其次除了发展提前探测的防御能力以外 我们更需要发展能够打掉B21的进攻能力 这就包括发展更先进的隐身战斗机 隐身轰炸机 新型的防空拦截弹等等 近期据媒体报道 中国量子雷达获得重大突破 该雷达使隐身战机无处可逃 即使是六代机也隐身不了 这就意味着 此前美军在隐身战机方面 投资的几千亿美元 从此泡汤了 而F22战机再也别想轻易闯入南海 对此有网友感到疑惑 它真有这么厉害吗 自从以美国F22隐身战机问世以来 使世界各国开始重视隐身战机的研发 虽然名为隐身战机 但并不代表人的肉眼看不到 只不过当它驶入对方的领空时 其雷达探测不到它的存在 这样一来就能给敌人突然一击 掌握战争的主导权 同时隐身战机也有它的弊端 既然敌人不能及时发现隐身战机 那自己也同样发现不了 倘若敌人借此突袭 对本国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然而目前世界各国 普通装备的反隐身雷达 为L波段雷达 对隐身战机的探测距离非常有限 根本不能满足现代空战的需求 尽管地面装备的米波雷达 可以及时发现隐身战机 但就在近段时间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传来了好消息 其研制的超导单光子激光雷达系统取得了重大突破 要知道当前国内装备的也是米波雷达 严重影响了战机的作战性能 因此才自主研发反隐身雷达 来冲破原先雷达的限制 而这次所研制的这款雷达实际是量子雷达技术的应用 量子雷达由于可以将带宽做到最大 也就使得雷达的分辨率可以达到最高 从而提高对目标的探索能力 在此基础上 发展而来的超导单光子激光雷达 据说可以对数百公里以外移动的目标 进行实时跟踪和探测 要知道 单电子激光雷达本质上属于光学探测雷达 极易受低空大气衰减和湍流等复杂环境的影响 探测目标时往往要离得很近 而这款雷达在此技术上获得突破 将目标距离扩大到几百公里 极大的提高了目标探测率 此外 该雷达还配备了灵敏度和精度都较高的 超导阵列单光电探测器 这将大幅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总而言之 超导单光子激光雷达 可以很好地解决现在 隐身雷达所存在的问题 虽然目前 该雷达仍处在研制阶段 但相信 在科研人员的努力下 不久之后 将会呈现在世界面前 到时 美国在隐身战机方面 几千亿美元的投资 就将失去意义 失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